7例 肺炎确诊累计已经达到49例了 而其中新增的3例都跟康美楼社区有关 由于社区疑似是经由粪管传播病毒 也让香港民众开始忧心 到底有厕所安不安全 专家要教大家检测的方法 香港康美楼社区爆发疑似新冠肺炎社区传染 住在13楼的75岁老窝 还住在他正下方60岁妇人先后染病 而与夫人同住的儿媳也确诊 媳妇回过娘家拜年 再传染给自己的父亲 等于香港已经出现二代传播 自信看两户的厕所内都有一条粪管和排气管 不过对比左边13楼的厕所照片 会发现右边三楼厕所的排气管 明显有备锯掉一截 是会透过这些并不完全密封的排气候 是排入个单位 专家解释排气管没有密封 一旦厕所开了抽风扇 就会将粪管内的气体抽入屋内 要是刚好有病人排出有病毒的粪便 病毒可能会因此带入屋内爆发感染 其实在香港不少老旧公屋的设计 都是将粪管和排气管像这样裸露安装在厕所内 年久时休下管线可能会漏气 专业水电师傅就说要判断是否有漏气情况 用纹的最简单 除了鼻子纹也要睁大眼睛看这些污水管线是否有漏水现象 只要没有完全密封就该找专业师傅处理 多一份自我检测功夫 远离疫情也能让居住环境更加卫生安全 记者组合报道 那我检测功夫